署長,各位有關官員,各位委員,各位媒體記者 現在行審次長 審次長,請 劉委員好,次長好 這一次我們參加WSA的衛生署長,邱署長,還有審次長,你參加嗎 我在台北,我沒有直接去 有參加,以及魏環的趙偉,許少平,以及國王外交委員會的廖宛如趙偉,去參加 可以說,表現跟以前來比較,是可牽可點 有人是批評的很厲害,這是見仁見智 那麼我想審次長啊,過去我們參加WSA的時候,我們最高層級是哪一個層級參加 報告委員,2009以前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參加WHA 我們是坐在場邊的旁聽席,而且有的時候,長聽席排隊領政還領不到 因為有很多僑胞一起來 今年,2009年馬政府上台以後,我們很尊嚴的,作為一個觀察員,以一個我們大致能接受的名字,Chinese Taipei進場 坐在大會 坐在大會裡面,而且可以講話 而且講的話比人家還多,我們像這一次,有一百多個國家都沒講到話 只有76個會員國講到話,我們還講到話 所以今天這成就是不得了的 所以馬政府上台以後,確實在國際舞台上,是有長,可以說是非常大的掌勁 那當然,對我國的一個各項的一個表現,也獲得友邦很多的支持 甚至於說,沒有跟外交的國家他們支持我,聽說美國也會支持我們 報告委員,你講的都對 以前我們只能鬧場 就是說你今天把這個會議,也許拿我們的議題把它癱瘓掉 但是很多國家很不贊成 我們現在不需要這樣做,我們可以做很光明正大,很尊嚴的參加 不要用抗議的,用發表言論的這樣抗議 我想這個是比較,比較合乎,常理 而且比較讓人家可以接受 那我們在那個場合裡面,可以說是我們發言最多 那麼也獲得與會的,與會的,這肯定 所以我們對於參加這一次的,WTSA的一個成員 都表示敬佩,表示感謝 那麼再請教一下 在三年前,就民進黨執政期間 我們不能進去 那我們有沒有用過什麼名稱? 我們參加另外一種就是技術會議 它的成績很低嘛 用的名稱叫台灣,China 台灣,China 當然有的是,因為我去交涉 他們有些東西是非官方文件 它有些比較彈性 但是所有法定文件,這十八次參加技術會議 都叫台灣,China 這是以前 以前都是這樣 以前,對,技術會議 而且參加不了大會 參加不了這個WHA 所以這個啊,有時候 你們外交單位跟衛生署單位 應該要將過去的跟現在的 來做一個比較 在公開場合,多發表意見 多發表意見 我們現在的努力啊 可以說是 國人大致都是支持的 謝謝 但是過去我們所用的名稱啊 那麼我們想爭取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爭取到 那這次啊,我們用China Taipei China Taipei 這個也是原用奧運模式 對 假如我們國際場合 我們長期以來 假如都能夠用這個名稱 參與國際的一種 各種會議的話 相信我們是會比較順利一點嘛 尤其外交的一個領域啊 那麼在這三年來 可以說是長足的進步 過去我們有免簽證的國家 有五十幾個嘛 那現在已經達到 一百一十三個國家 一百一十四個報告 又加一個了 以色列 以色列又加了 前兩天宣布 馬上就可以這個簽字生效 所以這個成就啊 在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啊 可以說是表現最佳的 謝謝 而且我們在所用的PASSPORT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護照 進出這樣一百一十四個國家 都能夠收到接受 這個就是國家的主權嘛 對不對 國家主權 你沒有國家名稱的話 主權在哪裡 所以我們不要自貶啦 在台灣內部啊 我們希望呼籲啊 呼籲部分的人士啊 不要自貶我們的一個立場跟身份 所以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立場都很堅定 對不對 謝謝委員提醒 我跟您報告也提醒大家 馬總統接任的時候 免簽證的國家地區只有五十三個 現在是一百一十四個 增加了六十一個 而且增加包括歐盟 包括加拿大 包括澳洲 包括以色列等等 都是重要國家 謝謝 好 所以我們現在 外交可以說是有相當大的成就了 我們要繼續努力 我們像類似的這個會議啊 將來在除了WTSA以外呢 其他國際會議啊 我們一定要爭取我們的尊嚴 是 還是要用中華台北 是 我們繼續爭取 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 所以這個 次長啊 過去我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呢 我覺得你有些事情啊 做的是 表現得很強烈 但是現在我看你表現的是一個 距離力增 我們 我們這個 公務員 或是 政務人員啊 就是要距離力增 有些 遇到 不要人家大聲啊 你就萎縮了 委員 謝謝你 我是欲強則強 如果大家保持 大家互相有個禮貌 我當然非常禮貌 我是欲強則強 欲強則強 我們做外交官要講就對等 人家如果對我是很強烈的 對 在國際上可以 遇強則強 在這個立法院 不能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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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啊 你要將你的立場 對對對 我們要講這個 不是強烈 你要表示你的立場 謝謝 因為你是政務人員 你是外交部的次長 你委員有問你什麼 不管他聲音多大 不管質詢的多強烈 你就是將你的立場 跟事實把說明清楚 謝謝 這不是在這裡抗爭啊 是 這樣不大恰當 好 謝謝 所以希望 在這方面能夠 稍作思考 好 那現在啊 那麼 現在我們 我看到一些報紙啊 所寫的說 我們這次去 參加WSA呢 都喪失主權 喪失我們的立場 寫了 完全是 是反面的 所以希望你能夠啊 在某些電視台 或是某些報紙上 發表一些言論 像你這個 能夠使這些啊 以政視聽啊 沒有有些老百姓所看到的 他好像都被洗腦了 啊 完全是說我們 這個好像 善失主權等等這些 是不是你可以找個機會 啊 我跟委員報告 我也上了電台的節目 我也在盡量在每個場合 可以跟大家報告的 我也盡量報告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 尤其 你看我們報告的 7月第8月 特別做了跟以前的比較 然後其他的這個 很多這個 當年跟現在的比較啊 我們最主要呼籲各位 不要再咬文訣字啊 翻箱倒櫃的去打一個泥巴仗 那麼希望大家一次對外啊 今天我們覺得這個 國際的處境很艱難 我們要怎麼一次對外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 所以你剛才講那些話就非常正確啊 我們國家的處境是比較特殊 對 尤其推出聯合國之後呢 我們現在雖然有23個這個外交的國家 免簽證有114個國家 但是我們處境還是艱苦 面對中共啊 的各種打壓 所以但馬總統上任以後 因為兩岸的一個和平發展的一個切機啊 慢慢形成 所以我們受打壓的也慢慢減少 但是我們的堅定的立場 一定要鎖住 堅定的立場一定要鎖住 而內部呢 希望呼籲國人啊 大家團結意識對外 尤其跟在國際場合呢 國際上的一個面對面的 希望國人大家團結的支持 國內可以競爭 政黨可以競爭 但是不要傷害我們在前線 作戰的這些外交 以及參與國際活動這些人員 我想在這邊啊 我特別呼籲啊 我們這個國人 大家要體諒 國家處境的艱困 謝謝 謝謝